有38年历史的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 早前宣布暂时全线结业 消费者委员会指 截至昨天中午12点 一共接获171宗有关今次事件的投诉 涉及总金额超过639万元 不过直到昨天 健身中心突然发公告表示 新投资者和湾仔分店原子业主 达成初步共识 新公司将业另一个品牌营运 湾仔店日内会重新开业 我们介意员蔡国威在1月 用了9800元救入10年会计 对于湾仔店将会重新开业这个消息 他就表示 好像过山车一样 谷底又再反弹一下 至少我觉得不会说银到无线 我觉得他是真的有新的投资者 但是他能不能够照顾得回所有的会员 这就是我还在观望的态度 观众文仔也同样用了9800元 救入10年会计 但是他就没这么乐观了 我是今年2024年的7月底签约的 其实我的生效期应该是10月的 因为他一开始免费三个月给我 所以其实我还没开始就已经完结了 我当时第一件事就是打去信用卡中心 说回这个情况 信用卡中心也好 就说会帮我暂时抠起一笔钱 也退回给我 直至到他查清楚了 有机会就会给我一些钱 一切都要等过调查完结 通过先 但是其实老实说都不知道 准则是什么 而作为这间健身公司的教练 他最急切就是希望可以早日追讨一些血汗钱 一直以来 其实那些传出粮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讨论和有心理准备 总之这89个月来说 我想是亚湾只有一个半个月是准时的 其实平均都拖7天 甚至我记得我一个月是拖超过7天 其实现在他在掩耳盗铃 他不停说有新铺会开或新接手 但是其实大家都遗忘了他欠我们的工资 那现在他说湾制店重开了 有没有通知过你们的教练会怎么安排 他给我们的提示就是 你现在回去新公司做吧 那你会上回你们以前的旧客 但是我每一个服务 就是Session Service 我就给你100元而已 那你其实根本就不合理的 是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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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